说话还是要实事求是的 不过伯伯同学是个反例 他完全把这种精神用错了地方 伯伯 你以后还是长点心 作为你的同事兼朋友 我还想跟你多共事一段时间 你好自为之 今天上班的时候和新来的女领导闲聊了一番 期间聊到了年龄 我问她多大了 她让我猜 当时我心里就犯嘀咕 我只能肯定往小来猜 我说也就32呗 领导尴尬地笑笑 我都快40了 我说不会吧 保养那么好 一点不像 也就31 32的样子 后来领导走了 之后听到别人说他今年才28岁 前同事伯伯 咱们后会有期 实话实说没毛病 再见了 我会记得你的 相聚就是缘 伯伯 你看这人家领导后会说 我说话呀 完美的帮你把这话题给圆过去了 好好学学吧 我劝你呀 还是没事 别去聊这些有的没的 言都必是有这闲工夫呀 我觉得 还是多去关心关心蜡蝎吧 我感觉他他他他担心 单身的 担当魔 这么了 现在已经开始在朋友圈里说话了 希望有一天 我的义友谦帅老公去法国出差的时候 会对我说 我去法国了 回来要给你带掉什么吗 我说 小奈儿吧 你周志豪 他说 这个小奈儿公司已经买回来了 这是购买合同 那姐你怎么了 快醒一醒呀 得了吧 能去楼下买个煎饼果子就不错了 要想有老公呢 首先你得有个男朋友 妈姐啊 其实你仔细想想吧 我觉得 比起把整个香脉尔公司买下来的难度 可能还没有你找到 你男朋友的难度找我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祝你早日实现梦想 好吧 到时候可别忘了我呀